油猜才刚骑上人行道 没想到几秒后 一辆白色冰士车突然从后方撞上人行道 店家看板和一旁花圃全被撞得东倒西歪 换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当时右上角的白色轿车为了强快超车 在大马路上钻来钻去 结果意外撞上前方等红灯的汽车 之后才会失控暴冲 油猜骑士被撞到在地后一度无法动弹 前方到场赶紧请119支援将伤者送一急救 事故地点就位在我背后的人行道上 可以看到现场是拉起了封锁线 当时一辆白色轿车 就是这样笔直撞上旁边的行道处 而花圃也是直接被撞毁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就蹦的一身吧 很大这样子 对啊 人家就离我们很近 我看到都怕阴霜的人行道 阿祖都难道 不过听到远警要查看车内情况 汽车驾驶不仅不愿乖乖配合 甚至还大声叫嚣 最后被警方压制在地 会这么大动作反抗 原来是因为车子里面藏着这些 不能说的秘密 警方调查发现原来藏着 毒咖啡包的车里 共有两男一女 其中诚信驾驶和任性乘客 两人都有毒品前科 怀疑可能是毒驾黄身 才导致事故发生 当事人经检测并无酒驾寝室 令警方于现场白色轿车上 查扣70余包毒品咖啡包 来往里面坐 嫌犯落网后对于毒品来源交代不轻 警方将向上溯源找出幕后 是否还有其他共犯 继续闻来信仪 陈志峰采访我到